看看这是什么枪兄弟们 RPK机关枪 来吧 兄弟们 干它 再让你给我狂 我被它干到了很多次 但现在 嘿嘿嘿嘿 终于可以干它了 兄弟们 一弹甲可以打十分之一吧 我们现在的被弹有五百多发 把它干掉绝对是够了 而且我们还可以剩下不少子弹 大仇得爆呀 兄弟们 这个感觉太爽了 你最整是吧 这应该是这个世界里边最强的一个Boss 把它干掉之后呢 那证明 这个世界里边已经没有让我们害怕的东西了 虽然说这玩意儿近战是打不过 但是我们远程消耗它对吧 咱们是人 是特别聪明的 咱们把它干掉就行 最后一个弹甲 OK 解决 一道闪电把它劈死了 下面后怪啊 咱们直接下去 下面这小怪不足为惧 我们看一下它掉了什么好东西 哇 一大堆掉了物 管它呢 肯定是好东西啊 这小怪根本不慌 来 第三阶段的人类 这个世界的感染情况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不过好在有南瓜在 我会拯救这个世界 等我拿到了抗毒血清 一切都结束了 把它们干掉之后 我们再去这个研究所啊 我们要去这个地底世界 OK 我们从这边直接下去 进入传送门 未知的传送门啊 把我们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迷路 其实这个地方说是下界 但它其实也不是 但是也特别像啊 我被感染了 吃一颗金苹果 别急 舒服 可以啊 现在再解除感染状态 我们看一下哪里有路 这里边的生物有特别多 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生物全部都干掉 因为这些生物呢 它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 肢体呢 这些肢体呢 咱们就可以来制作这个抗毒血清 上边没有路 咱们直接下去 用我们的滑翔伞 哇 兄弟们 下边这个东西呢 应该就是一个胎儿 哇 好多怪 童话的骑兵 这是什么 分裂者 不过它们血量不是很高 胎儿 25滴血 哇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怎么样啊 只不过教授特别的恐怖 特别的圣人 这什么 喷涂者 好多怪 但是这些怪好像并不是boss啊 有没有boss 来让我打打 不过现在我们这个状态不太行啊 我们先去一个地方调整一下 快快快 挖一个两格高的通道 这里边大部分的怪啊 它的身高比较高 我们只要挖一个两格高的通道 他们是打不到我们的 东带呢 这边有医疗包 直接用一个 好 出去看一下 分裂者 哇 前面还有一个大蜈蚣 这个大蜈蚣 相信看南瓜视频的同学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他应该是不怎么样 还有暴徒 泰儿 小小泰儿 把他干掉 好 看下这蜈蚣 哎呀 飞红蚊子 哇 这蜈蚣255滴血 被魔改了吧 我记得之前就十几滴啊 而且打不动 用枪 哎 这什么情况 这蜈蚣居然打不动 哎 真不可思议啊 不过他也不打我 他应该被卡在这里了 这边可以 这边应该是他的头 我们打头是可以的 打身体是没有伤害的 哦 那我就明白了 嘿嘿嘿 OK 解决 现在呢 只要看到任何我们没有见过的蜈蚣啊 都要把它干掉 因为它会掉很多这个掉落物 这些掉落物呢 咱们就可以来制作这个抗毒血清 哎呦 不过这个地方有点冷啊 咱们看一下有没有岩浆什么的 我们找一片暖和的地方 下面还可以下去啊 咱下去再看一下 哎 这是什么 哎 刀刀 怎么样 随便就可以干掉 哇 上面好像还有一个零号病人 不过没有关系 我把它干掉 现在基本上啊 咱们谁都不怕 谁都可以轻易解决 像这些小 没关系没关系兄弟们 我又回来了啊 难怪又回来了 我又是一条好汉 我们走 这又是什么呀 人类训兽师 哇 他的血量也很高 我怎么感觉怪越来越多了呀 这不行不行不行 咱们必须要采用我们的智慧啊 用点子智慧 咱们挖一个通道 嘿嘿嘿嘿嘿 谁能打到我 谁都打不到我 但是咱们可以打他 嘿嘿嘿 这个维度里边的怪物呢 基本上打的都差不多了 掉了很多这个腐败之爪 腐败之心什么的 很多东西啊 咱们可以回去尝试一下 做这个抗毒血清 看一下能不能做啊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好 回家啦 嘿嘿